淘金记刚刚过去三周的时间 淘金小队便已经收获了100盎司 价值19万美元的收入 这样的收入让每个员工都赚得盆满钵满 照此情形没准会超我完成目标 作为团队二把手的杰森 在老板大夫不在的情况下 依然带领着团队 在上周淘到了50盎司的黄金 这也让杰森在团队的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高兴至于矿场再次面临停工的状态 公务旁边的施工现场 再次面临资源枯竭 一直渴望挖掘的蓝丝山丘 也被朋友霸占 此时大夫还在为老丈人的葬礼毛活不停 所有的担子又落在了杰森身上 杰森感觉虽然挖掘的主渠道在公路下面 但是根据勘探的结果显示 主渠道很有可能绕了一线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要想再次挖掘主渠道 必须要将24米的泥土扒开 这样庞大的工程 会损耗大量的时间和高额的燃油 作为角色人 他必须给团队纸条明路 于是利用陶金盆反复进行测试 陶金盆里表现虽然很好 但是对于杰森却是一场豪赌 事不宜迟 说干就干 杰森停掉框上的所有设备 调来克里斯一起挖掘 凯西负责驾驶推土机 将没用的沙土回点深坑 由于克里斯是开产车出身 对挖掘机没有什么经验 这次的挖掘很大程度上 会让他学到很多 当杰森得知凯西没有挖土推到深坑 而是把没用的土壤堆成了一座山 杰森便开始对凯西吓人的问候 就在上一赛期 二人因为一点琐事差点没干起来 但是为了撰显二人都选择了沉默 现在又出现了分歧 杰森是一个很好的掏心专家 但是对于管理这块确实有点急躁 身为机械专家的内森 却给杰森好好上了一课 内森告诉他师门领导 要有一定的高度 不仅要长得高 而且还要站得高 内森见由自己来开挖掘机 让杰森站在高处指挥 果然这一方式很是奏效 现在挖图小队有了很好的节奏 经过一天不停挖掘 克里斯这边传来了好消息 从挖上来的恶是判断 基本可以断定24米的切口 已经打开 现在只需要测试一下 是否有他们想要的黄金 面临两天的停工 现在是时候让饥饿的设备吃些东西了 就在这时老板戴夫回来了 戴夫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 尤其是杰森的角色 让团队上周拿到了10万美元的收入 淘心小队六雷又齐聚一堂 连续不断的工作 让挖掘机罢了工 杰森的挖掘机缠抖无法收回 这对团队来说是知名的 内森作为十几年的修理工 断定是小B的液压油缸暴露的 现在需要从卖地调货过来 即使最近的站点也要两天之后才能到货 戴夫安排杰森先驾驶克里斯未料的小型挖机 虽然缠斗有点小 但是总比没有强 现在矿场又一次处于停工的状态 杰森必须不停的挖掘 戴夫要凯西在四小时内 运输25车沙土 这样才能让克里斯驾驶挖机 晚上通宵淘喜 两天后驾驶4000美元的油缸到货了 内森负责安装工作 内森表示 自己爱机械胜过女人 她可以一晚上都拿着锤子睡觉 只要身边的女人不听话 上去就是一锤子 现在只需将销子插路 安装便可完成 由于没有黄油润滑 只能采用车轮战术 戴夫夸赞克里斯是棒球手出身 没有人能在这个角度连续锤打 有了大闪的加持 杰森又可以大快躲移了 全体员工经过一周的挖掘 成功让设备淘起了5400吨的沙土 六个人就是靠着坚强的意志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学出求生 艰难的一周迎来了救赎 戴夫将杰森桃洗完的黄金端了出来 经过称重这周总收获30.6盎司 按当天的金价 他们直接信涨6万美元 虽然经历了资源枯竭 设备损坏和机器故障 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这样会让他们每人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红 欢迎来糟蹋我的评论区 谢谢观看 咱们下集接着说